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种措施 积极发展西藏经济文化事业 同时对西藏社会制度改革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然而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坚持分裂祖国 维护封建农奴制度的反动立场 受到敌视中国的外部势力支持和唆使 1959年3月10日 借达赖喇嘛到西藏军区看戏一事 造谣惑众 公然撕毁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17条协议 背叛祖国发动全面武装叛乱 1959年3月20日凌晨 叛乱分子向驻拉萨的部队 机关和启示业单位发动猛烈攻击 为了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 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奉命进行停叛作战 在西藏各族各界人民的大力支持下 仅用两天时间就彻底粉碎了拉萨市区的叛乱 人民解放军随后向其他地区叛乱武装发起劲脚 至1961年底全部肃清西藏境内残余叛乱武装 取得平叛胜利 平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的叛乱 是党和人民军队为维护国家统一和人民利益 进行的重大斗争 加快了西藏民主改革进程 使西藏人民翻身求解放 以及一系列相关政治问题得到解决 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奠定了基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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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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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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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